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忙碌了一天的汗泥拔 开始为今天的晚宴做起了准备 不同地域的食材为一种美食提供了条件 取出尘封已久的菜单 将切割好的小牛西均匀涂抹上面粉 随后放入锅中 五成油温煎至两面金黄 等待的同时 将洗好的菜品切丁备用 少许的白葡萄酒可以增加肉的香味 一切准备就绪后淋上事先调好的酱汁 这道味道鲜美的红烧小牛西就做好了 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让我们还原一下食材采摘的全部经过 不久前两名清洁工在清理下水道时 意外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不堪的尸体 接到报案的FBI立马封锁了案发现场 他们总共在河道内打捞起了六具尸体 凶手对每一具尸体都进行了防腐处理 体型最大的那具已经由内腐烂到外 从现场的证据来看 法医很难判断出被害者遇难的时间段 这时细心的汉尼拔注意到 每具尸体都被注射了大量的龟酮 这样的处理方式 可以让尸体在保持圆形的同时 避免被水里的鱼泪给破坏掉 由此汉尼拔推断 凶手可能是在制造人体模型 随后杰克将尸体带回了警局进行检验 法医发现这几名受害者都来自不同的种族 并且他们的体内都含有大量的艺术品 同时法医还在他们体内找到了丁基抢机甲本 这时杰克发现 每具尸体上都有着密集的穿刺伤 法医解释凶手应该是用针线将他们连接到一起 然后再将他们高高调起作为艺术品进行展览 杰克有些疑惑凶手是如何选定目标的 听闻此话的杰克立马下令 让手下对附近几个州的失踪人口名单进行排查 希望以此为突破口看看能否查到有用的线索 对破案毫无头绪的女法医找到威尔帮忙 她想利用威尔的侧血能力还原凶手的犯罪过程 得知女法医的意图后威尔本想拒绝 但正义的本能让她无法对此置之不理 在了解完案件的经过后 威尔对每位受害者的信息进行了分类 她发现每一位受害者的肤色都略有不同 凶手看似是在随机作案 实则是在有目的地挑选 谈话间 一段尘封的记忆闪过脑海 威尔在记忆中看到 汉尼拔将一根导管插进了她的石头 然后精准地将艾比的耳朵送到了威尼 清醒过后的威尔确信 汉尼拔就是陷害她的那个杀人凶手 随后威尔找来杰克将自己的猜想告知 希望杰克能重启霍布斯模仿犯的案子 我们询问了你的谈则 对护士尼克尔的命令 实际上 我们询问了每个裤子的衣服 我们取得了他的DNA 这些手术 我们没有找到什么 除了狗和狗 你站在那种肩子里 你介绍了自己 我介绍了Hannibal Lecter 我可以听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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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杰克已经对威尔的指控失去了耐心 但被拒绝的威尔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很快案件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啊 有关新的软www have nice skin